大家好,欢迎来到历节说电影 这个夏天,风靡全村的熏大肠组合横空出世 他们手握娱乐圈里一等一的资源 比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前任攻略三的美术指导郑辰 小时代和何以生香莫系列的拍摄指导居亮翼 超时空同居美好的意外的造型指导魏湘荣 当然还有毕业于前任专业的20亿导演田雨生 然而他们要做的事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因为如果这些事被媒体报道出去 画风会是这样的 震惊 组合颜值担当王大陆街头失去桃色小卡片 现场拨通电话究竟是为何 疑惑 组合笑点大咖魏大勋六亲不认 经问起亲姐姐生理问题 这操作又是怎么说 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些事 都是因为一个名一样的男子 一个曾经无比期待着拍一场吻戏 可如今直接跳过这个步骤 拍了一整场床戏的彭玉唱 只为满足全村最真实的谅载彭玉唱 一个小小的愿望 不好意思放错了 我们重来 只为满足全村最真实的谅载彭玉唱 一个小小的愿望 这个回答有多真实 用论语都想出来你说对不对 正所谓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要上 这孩子都这样了再不行动起来 原来的逆点条件都要抹得了呀 所以这个夏天死党必须行动起来 帮着他飞 伤痛你背 熏大厂组合的终结目标 就是解决蓬蓬遇到的这一处难题 让他在8月9号这一天如愿一场 不过玩笑归玩笑 有情提醒各位观众 观看自营片请自备纸巾 不然你笑出鼻涕泡 或者哭得泪流不止的话 后果还请自负 因为这小小的愿望也有他的伟大之处 愿望这个东西 它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实现与否 而在于那实现愿望的过程 许下这个愿望的蓬蓬很年轻 年轻到还没有仔细去看看这个世界 没有好好体会人生百态 进入萎缩症会让他的肢体 一寸一寸的失去知觉 让他失去对外界的最后一点感知的时候 死亡才会降临 这注定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 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其实他会有这样的心愿 真的蛮好理解的 当他的四肢都已经动不了了 不能摸不能走 除了还没丧失功能的那里 他根本没办法感知这个世界 所以他很珍视这个 让自己能变成男人的机会 这个想法和色相和荣誉都没什么关系 他只是想感知到自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 确定自己还活着而已 而对帮助他的四道来说 他们也是一样的年轻 没有病痛在身的他们 离死亡这个话题何其遥远 他们可能不了解死的意义 但他们却愿意去满足朋友 这个尴尬有荒诞的心愿 愿意帮助他没有遗憾的 走完这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其实才是最珍贵的地方 因为人生莫大的幸福 就是在于身边有爱你的人 那种不会让你走的孤寂 所以甘愿把自己变得疯疯癫癫的人 或许等待蓬蓬的最终命运 一定会是无可避免的死亡 但他已经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 看过海做成了男人 可以了无遗憾的给自己的人生 划上句号了 他今生如愿以偿 愿你们也能一样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